我知道你们因为刚刚才谈完了 这个同性恋民族主义粉丝 然后有报告嘛 我想先 其实这个话题呢 我上个礼拜 我上两个礼拜 我已经讲过一次 所以呢 我想我先换一个话题 就是谈一下 我这些文章里面讲的 那个以一致一的 西方知识生产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些事情呢 有些问题呢 其实我没有 并没有在这个文章里面去阐述 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背景来讲 所以我今天呢 就干脆就先来讲这个话题 就是从我这篇文章里面的 一个部分在延伸 好 这个问题啊 谈知识生产啊 是这样子 其实知识生产的名字听起来 高大上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就是简单讲的 就是我们做的学术的工作 包括各位的学习 我们都是一个生产 可能学生呢 是产业的后备军 因为我们到最后 我们劳动的结果呢 就是要生产出知识来 但是这个知识生产呢 并不是说 你在家里 不用读书 不用上学 你就可以生产出知识来的 那样的东西呢 其实不会被承认 是知识的 OK 所以这个知识生产呢 它一定是在一个机关制度里面 那我们台湾呢 在人文社会 知识生产方面 这是我今天要谈的 我不谈这个理工科的 这个人文社会知识生产呢 我们从这个国民政府 迁到台湾以后 这段时间来看 这个它是一个 从西方 然后呢 将他们的知识扩散到 我们这个其他世界 其他各个角落的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扩散 换句话说 知识生产的 全球知识生产中心 是在西方 后来当然是美国 因为它的高教非常发达 然后呢 它逐渐的 从中心再扩散出去 就中心向边缘的一个运动 有点像那个 一个水的涟漪 你在湖的中心 丢下一颗石头 然后它就慢慢的扩散出去 那你离中心越远 这个 你可能你接收到的 这个扩散的这个 波就越弱 越薄弱 那从这里讲呢 其实主要呢 我们的知识是一个 在扩散关系下 是一个依赖的关系 那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就是留学美国 对不对 就有点像 唐三藏到西 到印度去取经一样 然后呢 得到一个正确的 而不是之前的扩散 经过非常多手的那种传播 他直接去到美国去学 通过当地的语言 直接得到了尊敬 好 那我们知道 这个西方的知识 它本身 一个理论 接着一个理论 这个其实呢 它是有一些内在的因素 这个学派的这个更换也好 典范的更换也好 他是有他内在学术圈的一些理论的一些辩论 还有一些大的社会背景 导致了他的理论的这样的一个变换 然后呢 新一代的学人 取代了旧一代的学人等等 OK 但是呢 这个我们在台湾呢 我们因为不是知识生产的中心 我们在台湾即使有知识 这个权威跟权威之间的斗争什么的 但是跟这个美国传来的这个知识的变化 比如说 从存在主义变成了结构主义为主 就是有一段时间西方流行存在主义 后来呢就流行了结构主义 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替换 是知识典范的替换 是因为存在主义不能够解决某一些质疑 然后也因为大时代的社会背景的转变 可是这些事情并不发生在台湾 对吧 台湾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台湾的这种 如果知识的这种更换呢 其实它没有一个内在的因素 就是不是台湾本身 内在学人之间的一些辩论的结果 或者是台湾的社会环境有什么变动 我们是因为人家的变动 我们才变动 所以我们很像那个 讲到地质学里面的一层一层的那种 这种土壤的那种堆积 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堆积 它没有什么内在的这种转换的 这种有机的这种改变的道理 那你如果去回过头来去看台湾的这个知识的流行 你去进行一个考古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当时流行这个学说 为什么当时忽然流行一本书 你都会发现 应该是某某留学归国的学人 他突然倡导了一下子 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改变 那台湾呢是他永远要追求最新最时髦的 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依赖知识的一个特色 谁有最新的西方流行的真经 那么谁就领风骚 我现在换了一张PPT 你们看得到吧 可以 可以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可以从台湾的那个对于西方的书的翻译 这个历史来看可以看得出来的 现在你们可能不太熟悉了 早期台湾有几家书店 像双叶书店 虹桥书店 他们就是把西方的书拿来翻译 翻译意思就是说原版书拿来 他在工厂里面照相 就翻译了 那你说这个翻译不是违法的吧 那时候不是违法的 那时候是公开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原版书太贵了 大家都买不起 OK 买不起 所以就书店就翻译 但是书店老板 他不是文化人 不是学术人 他怎么知道要翻译什么书呢 这个就是 这些书店呢 很多都在台大附近 就是都台大的教授跑去 跟书店老板讲说 老板 我下学习要用某某书啊 你帮我翻译一下 还有老板 这本书现在在西方很流行啊 赶快翻译一下 所以我们台湾就翻译了一些书 当然他不是翻译西方所有出版的书 不可能 他事实上是翻译了西方比较少量的书 但是呢 你可以从这个翻译的少量的书啊 来看这个当时的西方的这个流行的知识的变化 以及台湾的这引进 其实这是要了解台湾的知识变化史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就是你要知道什么书曾经被台湾翻译过 如果还有一本西方不太知名的书被台湾翻译过 那当然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为什么这么说也会被翻译啊 那我们那个台湾后来的这个变成了怎么讲呢 就是慢慢越来越有钱了 慢慢就说你不可以翻译了 然后呢给老师一些钱 可以直接去购买国外的图书 我们国客会计划里面 他会有图书费 你就可以上国外去买很多书 当然浪费台湾很多外汇嘛 那这个时候图书馆也就说 我们对不起我们图书馆现在是高大上了 我们不收翻版书 所以你有些台湾的翻译书呢 他会把它找出来把它销毁掉 表示台湾非常非常听话的一个 要进入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个 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翻译的这个书 很不屑 我和何春人在出版这个民困仇成的时候 在列后面的书的时候 我曾经把这个后面的这个书 有没有台湾的翻译呢 我也把它写出来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的讯息 我在书目上注明 当然但是有的人呢 可能他就刚好相反 他就觉得说我当年看的书 我现在家里的书可能都是当年的翻译书 但是呢我不要告诉人家我是看翻译书的 因为好像很丢脸 因为我们这样是海盗的行为 对这个书不知啊 其实这就是一种没有第四代世纪的主体性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 好那这是讲闲话了 那我回到我们的主题 主题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知识生产 我讲的是从一种知识的一种所谓的国际扩散 从一个中心 美国西方中心慢慢扩散 所以我们的知识基本上是依赖的关系 我们是依赖人家给我们的理论 范式 然后我们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加工啊 小小的这个印证啊 再回报过去给总部 知识生产的总部告诉他们说 你们的知识在我们这里运用的非常好 我们已经根据他来改造我们的现实了 感谢感谢这样子一种状况 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呢 他在近年来慢慢转变了 转变成到一种控制的模式 你也可以说是权力的模式 对这个我们现在边缘生产的中心的这个知识 这个我们是受到控制的 然后包括我们要回报过去回报到中心去的知识 也是受到控制的 这个控制模式啊 这种知识的国际分工是怎么样的呢 是 当然这是近年来慢慢形成的 这个控制模式 把它可以看成是一个权力的系统 就是知识呢 它其实是一个权力的系统 权力系统就简单 就是有些有权力的人有老大 然后下面呢 就是老二老三老四 最底层他是比较没有权力的人 就是你们学生嘛 学生没有什么权力 在知识方面 就听老师的 那老师听什么听杨大人的 基本上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说 这跟扩散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太一样 OK 这个学术传统 研究传统的权威 他其实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 这个权威包括什么呢 就是西方的理论典范 这个范式 就是他是一些理论 他的理论有一种 有一种范式 就是你看了以后 你会 你会潜移默化之中 你会知道怎么去操作 你不一定要一板一眼的 去按照他的这个理论的公式去做 但是呢 他这个范式就会 给你一些举一反三的一种 潜移默化的 默会而知的知识 然后呢 比较具体的呢 就是西方重要的大学 他的系所 他的教师 大师 他们的期刊 核心期刊 他们的学术出版社 他们的学术组织 他们的学术审查机制 他们的评鉴等等 这整套东西呢 都是他的西方的知识的权威在那里 那么我们所谓的知识生产 知识活动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 其实简单来说 就可以看成是 整个西方的这种权力知识体系 他在操作 他在运用的一个结果 他的知识 他的权力正在施展 然后呢 我们就照着他的 因为 他的权力在那儿了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 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们是从一个扩散依赖的状态 到权力控制的姿态 权力控制的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的知识生产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这个 这有什么会不一样呢 有不一样的 我讲给你听 比如说 你在 扩散知识下 的这模式下面 在边缘的地方 对不起 在边缘的这个周边的这些地方 就是简单点 像我们台湾这种地方 你还可能有一些 搞一些像山寨一样的东西 就是看似好像是 西方的这个 知识的东西在传播 但是呢 你可能根本就是在这边 偷偷在颠覆它 或者搞一些野狐禅 从存在主义说到 老庄哲学里面的什么 或者从存在 从结构主义到柯次海的 什么什么 你知道 然后你写出来一个东西 人家也不敢反驳 因为你从美国回来的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发明一些东西 说实在话 没人管得到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湾送出去的 留学生不多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 每个人都是去 到西方去研究一个大师 或者研究一个小师 或者研究一个理论 然后呢 他回来以后 这就是他的饭碗了 然后就开始就卖这个东西 对不对 卖这个东西 然后他自己再加点料啊 什么东西加工啊 说实在话谁知道啊 美国人不会过来查呀 本地人也不会来查呀 他本地人也不懂啊 所以呢 他事实上有可能 这个边缘知识 是没有办法被西方所控制的 OK 这就是破散模式 跟权力控制模式 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好 但是你到了控制模式下 就不然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西方的知识权威 对台湾知识生产是有控制的 我已经说了 台湾知识活动 可以看成是西方知识体系里面 权威的运用 也就是西方这些制度 组织的权力关系 还运作的产物 讲很简单一个直接控制 就是说 你们现在台湾大学的老师们 你们要升等 你们要是优良教师 很简单 你给我发表一篇英文论文 到国际刊物上去 那这时候你再写一个野狐蝉的东西 当然就列退嘛 知道吧 当场就被退稿了 人家看啥玩意儿就丢掉了 所以你不可能乱写了 你知道吧 OK 而且呢 你要写的要是太什么 什么打倒西方中心主义啊 什么的 呼口号 那根本都不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符合 他们西方知识的范式啊 规范啊什么的 这就是他对你的一个 直接控制了嘛 这就跟以前扩散是不一样 扩散的时候他管不到你 对不对 尤其你离中心越远的地方 你到莫山比克啊 非洲什么怪地方去 人家管不到你的 对吧 OK 那你现在不行了 你要用英文发表 这控制的强化 而且不止这样子 说实话 这 中心跟边缘的这种 人员的互相来往也密切了 有的时候台湾还能请到一些什么人到台湾来啊 做个演讲啊 甚至讲学啊 那你也要把你弄到 那个西方去 去在那边观察一下啊 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不容易 你看我看我看我这个 不容易 自己在那边创造出什么东西来 OK 好 所以台湾的知识 学术知识 日益的被纳入这样的一个 生产的这个 全球知识生产的一个权力结构里面 但是呢 这个 以这个控制的这个经费啊 就是我们这个自我这个这个控制 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自己本地啊 有时候自己出出的啊 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把人家请来 就是把大师请到台湾来 大师就无形之中就对你们的知识生产 有一种监控作用 那这个大师钱谁出的 当然本地出嘛 那你有把人送到国外去进修 那这也是本地出 所以就控制的钱啊 就简单来讲 学术工人啊 我们是学术工人 这个下层的工人 这个自我这个这个控制啊 还是都是自己出钱的啊 也不是说人家花里大笔钱来控制你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出的 OK 这个好 我他这有时候不是很顺这个这个 这个网页推 OK 再到下一张 走 好 OK 那现在要回到这个西方知识生产 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西方知识 其实是西方现代知识 OK 西方现代的大学的这个 学术的体系的成立啊 机构的成立 当然他也是过程啊 他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他一开始生产目的呢 他首先是要为 为了证明当时西方的制度的 尤其是现代的这个 现代化 现代制度的合理性 比以前的这种 前现代的 比如说是君主专制也好 或者是这种前现代的农业生产也好 等等 他要证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就是我们现在西方的这个政治经济 社会制度是合理的 这是他的知识的一开始的出发点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西方 整个这个道路的 现在道路选择 世俗化 不像以前那么信基督教了 等等这些都是 正确的 都是好的 OK 这就是西方现在就是他生产的 一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当然了后来也有后 所以后现代 但是这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全面支配了 全现代已经其实是没有立足之地了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西方现代知识呢 也开始有了一个殖民支配 和统治世界的需要 就是这个知识 他慢慢面临新的状况 他到各地去殖民 帝国主义侵略人家 他要统治人家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有需要 他的知识也要反映说 为什么这是合理的 为什么这个是对的 而且呢 他要把殖民地的知识也要纳进来 他才能便于统治 你要是对殖民地知识一无所知 你不会去讲殖民地的语言 那你怎么去统治人家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 和现状有大量的知识研究 开始 所以你看美国的话 全世界每个国家 他都有都有专门的人去研究 因为他闲得没事干嘛 不是 他是有实际上的 统治的殖民的 经济侵略的这个目的 还需要 还有各种情报收集 人家怎么知道 你这个国家里面有 什么 什么 什么那个民进党 国民党 什么民众党 他为什么都非常知道 而且适当的时候 他可以出手 就是因为 他平常都有情报的收集 但有些情报 就是在地的人提供了 在地知识生产 就是负责提供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也不在话下 那所以他在整个一个对西方的控制呢 他不是说只是一个军事武力经济的控制 他也包括知识生产的控制 所以这个 这是 这是一个环节 当然越穷的国家 这个知识控制可能就不是那么严格 对不对 那因为你这个已经说了 稍微有点钱的国家呢 你可以自己提供这个知识控制所需要的费用 但非常穷的国家呢 那只有就是 有钱的国家 西方要给他不断给他一些奖学金啦 什么这一类的 好 但是呢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 所谓就是非西方国家的这个知识生产的这个状况 好 我们就随便举一个说台湾的莎士比亚的这个研究 这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例子 他第一种情况呢 他就是跟西方的这种无缝接轨的状态 就是说他在台湾研究莎士比亚 跟他在美国研究 在这个乌拉圭研究 在伊拉克研究 没有什么差别 他讲的都是同样的一套东西 奖励也是一样的书 也是一样的内容 也是一样 完全一样 无缝接轨 那这种呢 就是一个知识殖民地的一种状态 就是他已经被控制的是五体投地 动弹不得 因为他讲的都完全一样 人家怎么讲 你也怎么讲 这种就是第一种类型的无缝接轨 所以这是控制非常严密的 这种状态 那也会有别种的 就是比如说他在讲沙迪亚士 他有地方特色 就是虽然这个台湾是西方知识理论 扩散下的一个容器 这个扩散跟控制 不完全是矛盾的 我刚刚前面没有讲的非常清楚 只是说我们还是一种扩散 还是在 还是有中心跟边缘的这种差异 只是说越来越转向了一种权力的控制 就是他越来越能直接控制你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我们是一个接收器 是个容器 但是这个接收器慢慢的开始不是完全就是人家给我们进口的 而是我们自制的 进口替代的 这个 这个进口替代当然也有好处的 有时候也是省钱 对不对 你就不要老是请外国人来 对不对 好这也是这样 那么不止如此 而是我们还做了一些知识加工跟代工 我们有些现实的例证 我们把这个莎士比亚跟台湾的一些 或者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例子 什么台湾的现状 有点放在里面 去深化它 理解它 那这种呢 是某种程度的台湾的这种知识的本土化的努力 OK 它有地方特色的 它不完全就是无缝接轨的 好 那有没有可能有些自主性的知识产 是有可能的 如果老师跟学生 他们在英文系里学莎士比亚的时候 他的基本训练不但是有这些西方的 而且他还以中国的古典和现代的典籍为基础和尝试 他有些 他知道一些中国的文学理论 中国的文学典籍作品等等这些 唐贤祖 他很熟 什么都有 那 而且呢 他整个的学术意识 问题意识 就是他在看这个莎士比亚的时候 他心里想到的不是维多利 不是英国 他想到的是 我们在我们阅读中国的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没办法解答的问题 我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来 莎士比亚研究 来佐证 我甚至用这个中国理论来解释 来分析 换句话就是把西方的莎士比亚 当作我们的 参照研究的参照资源来解决我们的知识或各种现实问题呢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出发点 那我们这种当然是有些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了 对吧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模仿和复制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但我说这个还不是完全是不是什么真正的很多的自主性 它是有一些自主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要看看真正自主性的知识生产条件是什么 具有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莎士比亚研究 就是在你的最终的这个知识的指向 你的结论你要建构出一个西方何处去 西方的出路是什么 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 这样的一种解答 就是我们今天在什么叫做有自主性 就是你的研究到最后你是要回答西方何处去的问题 它应该怎么走 OK 它的出路是什么 OK 当然你要做这一步说实话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前提条件就是 现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术权威 包括广泛有影响力的全刊 国际信用学术组织 还有这些再生产研究所学生经费 都是在台湾了 OK 而且你不是孤立的 台湾其他研究也都是有类似的 每一个从中文系到哲学系都在研究这些 但是它研究目的是什么 都是西方何处去 西方怎么走 OK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台湾或者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 OK 现在西方没落不行了 所以它要往何处去 它应该怎么走 就指点江山 给西方人指点江山 你这个时候才是一种真正性的 真正有自主性的自主生产 但是我们有到这地步吗 当然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真正自主性的知识生产 OK 只是说我只是点出来 这个关键是什么 好 所以 这种自主性生产 它研究的知识 首要的它要解决本地的问题 解决我们 我们在现代化过程里面 碰到的问题 然后呢 当然也要进而去研究 解决世界的问题 然后在这过程中要显示出 本地的历史传统现实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是对的道路 当然如果不对 也偷偷把它改变了 对吧 然后呢 可以指引西方和世界往何处去 这个你生产出来的知识 就是跟西方进出 普世现代的知识 OK 就是你有你的现代化道路 我有我的现代化道路 但我们的比较优越 OK 那你们应该其实要怎么样 其实说这个知识生产的 知识生产 你会看得出来 是跟这种不同的文明跟文明之间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种竞争的一种 你可以说是工具或者手段 它是一种武器 好 那么所以呢 变成了各个领域的许多问题 都要用我们本地经验 本地的模式 我们的文明 包括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来解释 换句话说 我们生产知识是一种可替代西方的 或者至少跟西方禁足的 在那边竞争追逐的 一种现代性 和它的知识生产 OK 好 所以啊 我们台湾不可能有自主的知识生产 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 我们不可能有自主的知识生产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世界分工体系里面的位置 是不可能产生出解释 能够解释世界的自主知识的 我们能够做到一点有在地特色就不错了 但是我们这里呢 很奇怪的 凡是那种能够跟西方无缝接轨的呢 反而好像大家是最觉得最推崇的 最自民得意的 能够交其妻窃的 反而是这样子 这个呢就是非常彻底的殖民化的 知识生产的就会就会有这种表现 好 这个所以我们台湾呢 你如果从前面的角度来看 它不可能 有这样的一种自主性的知识生产 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台湾的理论 去解释世界 理论就是要解释世界 解释现实 我们不可能有台湾自主性生产的这种知识理论 不可能的 因为很简单 我们台湾不是一个跟西方进族的大国 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人不会有想说 一生下来我们就开始想说 现在你老美国老大 我明天我台湾要老二 更不要讲说我们台湾要老大了 就没有就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因为你不可能你在知识上是能够 是有一种自主性知识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台湾也不是一个文明 你文明要有一个非常多丰富多样的 普世性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 现在有很多很多样不同的人口 各种各样的这种地方的不同的发展 不同的历史的传统等等等等 你有很丰富的现实 为什么你要是一个文明 有这么多丰富现实呢 因为你现在要去达到一个普世的结论的时候 你的那个现实的样本不能太小 知道吧 你现实样本很小 你只能得出这世界的一小部分的一个结论 你的要有复杂性 你人口 你的土地要有复杂性 气候各方面要有复杂性 你才能够得出一个 跟别的文明进族的一种普世性 你才能你所达到的普世的这个这个这个结论或知识 你才可能跟同样庞大巨大的文明做竞争 所以台湾是不可能有这种知识 自主知识生产的 那我也说了这主观上 也没有这种进族现代的雄心跟愿景 大家就是乖乖的很 做依赖性的受质性的知识生产 这已经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这台湾是这样 这个才叫做台湾人的悲哀 当然有的人不认为是悲哀 好 这个那下面讲一下 这个所谓我们这个殖民地在地的 他的知识景观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些非西方的这个在地知识生产者 其实就是在地的一种知情人 就是人家人类学家到一个蛮荒地方 语言不通什么的 就找一个在地的向导 这就是知情人 他提供向导 然后传达 协助帮助女人们再坐下来 等等 其实这个帮助这西方的这些人来收集知识 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当然也有的时候 我们也有野人献铺的那种想法 就是我们虽然这个知情人身处埋荒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普世的西方现代化的成果了 你看我们这个也有引进一些 国外的东西 要么就是跟西方完全的无缝接轨 这就很得意了 是亚洲第一了 或者呢 有些在地风味 殖民地的风情 这些趣味的小变化 希望呢 希望人能够来这个尝一尝 我们在地的这个欧巴尖牛排 是什么样什么味道 等等 这种无伤大雅的差异 而不是咱们反驳人家 反驳人家西方去说 你这不对 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过去呢 我们的在地知识呢 是基本上是学术买办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的 就是这个扩散模式下面 是买办 那到了这个控制模式的时候呢 很多人扮演了学术督察的角度 就是替西方的这个知识权威 来监督督察 谁又在这边乱写了 哪些学生写的东西 又不符合人家 真正美国学术规范的东西了 等等 这个有些甚至是西方直属 所以我们这个要了解我们自己 那现在呢 这个2000年 其实就是这个苏联倒台以后呢 慢慢的就是新的趋势 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以后呢 西方知识也起了一些变化 这个西方知识原来生产的是一种 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 这个然后呢 它开始受到一些挑战 包括所谓的东方主义也被挑战 然后过去有一种叫做区域研究 他的一种这种研究的知识范式 也遭到挑战 挑战有来自西方内部的 当然有外部的 那这些挑战的源起很复杂的 我们不多讲 有一些是要讲另类现代化的道路 是社会主义的或左派的 提出的一个挑战 有一些在非西方世界的觉醒 后知名主义的思潮 或者是呢 在全球化这个世界下面 对人类世界历史 还有一些互动的反思 因为这个全球化 就是表示这个 西方跟其他世界的部分 这个越来越紧密 影响对各地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有的时候也甚至是 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本地的一些影响 也有也存在了 这全球化有的时候 他虽然是有不平衡的运动 但是有时候你也看到 非西方对西方的影响 他们不要讲西方对 非西方的影响 这个西方对非西方的影响呢 就引起了很多的 在地的一些反弹 对吧 所以也有所谓的 伊斯兰复兴的背景 就是觉得 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它就要被西方 都西化了 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反弹 所以这有些很复杂的状况出现 但这个全球化呢 其实它是一个西方的全球化 带来了一个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近年来看到的一个状况 但首先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 或者西方的知识 一开始它其实 现在是我已经讲了 它是要对抗传统知识 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是西方崛起的时候 一种宣传的产物 就是西方崛起了 它开始重新改写人类的历史 明明在这西方崛起以前 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非常边缘 非常贫穷的地方 真正世界的主角 世界全球化的主角都是在东方 OK 那些重要的大帝国都是东方的 那文明都在东方 那它要怎么 它现在崛起了 它要重新改写历史嘛 所以它去认主归宗 现在说那希腊人是我们的祖宗啊 虽然离得比较远一点 然后过程也比较曲折 这个我们就不要多讲了 就开始讲这些东西 然后要说明 为什么西方会崛起 就有它这些道理的 因为我们有理性啊 有什么之类的 就开始讲了一些东西 它主要是要证明 西方崛起是必然 它不是偶然的 而且呢 还要证明什么呢 这些东西跟过去人类文明的这些大帝国的这些成就的东西没有关系的 OK 还要证明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 当然宣传东西日子已久 当然是经不起知识的检验 然后呢 全球化情况又使它更复杂 就是经不起检验 所以就有现在的很多非西方中西文的历史 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不讲了 就是说重新 重新来看待这个 就改写这个过去西方中西文的历史 这些事情我们不讲了 还有这些后殖民的研究等等 我们就讲了一个比较现实里面的一些 大家比较知道的状况 就是这个西方全球化的这个 商业策略 当然一开始呢 还是好莱坞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些漫威啊什么的 他们在全世界行销 可是呢 大家知道这各地的这个影视工业也兴起 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是成龙 对不对 这个开始在亚洲非常卖座 于是好莱坞就赶快把成龙给收编进去 而且把李连杰收编进去 把功夫电影收编进去等等 所以这个都是当时过去的一些事情 就是这些 这些折冲 这些发生复杂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种各地发展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像Netflix 它也有些在地的这种弹性生产 这种现象 所以变成了西方 它其实也要更好的深入各地 而不是说非常 只是非常浅薄的去结合各地的资源 它也要更深一步的去在各地去发展 当然就各地的这种 本地的这种知识生产呢 也帮助了这样的一种全球化的这种 更多的这种紧密结合的趋势 然后我现在讲的是什么 我现在讲就是为什么西方会有 开始有这些非西方中心论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些后制面究的东西 就是它不像以前那么样的一个 非常单面性的宣传了 这里面当然就是复杂的 就包括像伊斯兰的复兴 中国的崛起 第三世界的这种开始慢慢的 不是像过去那么样的 也算是一种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必须要更包容 但是讲到底 其实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进一步的这个效应 就是你越来越紧密 中心跟地方的状况 是越来越紧密 这紧密结果就是从扩散 变成了控制 对不对 从依赖变成了权力的一个操纵 对不对 那这表示说双方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了 好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慢慢注意到 今天总要讲我们以一致敌的主题了 就是也快讲完了 就是西方的美国学术界 它的这个少数族裔的越来越显眼的现象 这个 在美国当时学术界有不同的趋向 但是有一些趋向呢 这是一个批判话语 但是其实是在一些比较好的大学里面 还是比较主流一点的 这个是有些原因的吧 就是60年代美国这些学生运动 反战运动呢 他们那一代人后来都进入了学院 所以呢 他们这个有比较多的这种批判理论呢 批判话语 在他们这个这种话语 在犯事下呢 一些所谓的少数话语呢 也开始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学术界的少数群体 不管你是族裔的 就是就是 少数族裔意思就是说 是黑人啦 或者是黄人啦 或者是 中色人 就简单来讲 就不是美国白人啦 他是这种 就是少数族裔 还有一些性的少数族裔 就是LGBTQ 这些人 慢慢的也有机会出头 就是说这些人可能以前 在就业方面呢 也许不是那么顺利的 多多少人家会觉得 其实一看黑人 就觉得学问可能不好 美国白人一看到 是个黑人医生 就想这家医生 变医术 我要个白人医生 这就是一个非常 很普遍的一种想法了 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根除 还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 白人看到黄人医生 黑人医生 就要求要换医生 这也很常见 反正现在越来越少 好 但是这些少数群聚呢 慢慢也受到学生的欢迎 OK 所以他人数也越来越多 而且每个系 这个在聘人的时候 他们也开始去 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系列都是男的 这样不行 我们得要招个女的来 然后有一个黑人来 很好 有个Gay来也很好 等等 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OK 这是一个逐渐的现象 这是公开的秘密 这不用讲 连我们中央大学 聘人的时候 都有这种想法 好 这个 所以在美国西方学生 小数的主义变得很显眼 而且这些少数主义学者 有一部分人 或者很多人 他们和母国有些有所联系 这个 当然出身是不错 你要是真的出身比较低的移民 就是你爸妈妈 不是中产阶级移民到美国的 是下层阶级移民到美国的 通常这种父母 过来以后生了小孩 小孩子不会说母国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爸妈妈很忙 没有空去教育小孩 去督促小孩 去学他原来旅言 那小孩觉得四周人都在歧视 我 我脸长得黄已经够糟糕了 我还张口会说中国话 人家更认为我不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说中国话 不愿意学 他的父母呢 也没有的想法 知道吧 也没有想法说 要小孩学 这样其实很方便 父母也忙 然后父母还怕小孩说跟自己一样 英文说不好 被人歧视 最好也别去浪费时间学中文 好好把英文学起来 才能立足 所以下层阶级的这种移民的小孩 往往不太会说母语的 很多不会 但是你稍微有点见识的人 就会说 这小孩的母语不能放 就是一个财产 这个资产 对吧 像我们冬奥会的这个 我忽然忘了他的名字 冬奥会找的那个叫什么名字 华学 古爱林 对对对 你看他多红 大陆 那个广告费就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还会说北京话 说一个金骗子 OK 那但是中产阶级的小孩 很多还 这个移民的这个后代 还是会说 母国话 而且有的人会跟母国保持一定的联系 那国爱林是每年那个暑假都会到 中国大陆住的 然后呢 更好的呢 就是熟悉母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这些通通变成他的资产了 为什么没有老美 白人是没有这套东西的 白人不会说外国话嘛 美国人不会说外国话 知道吧 那也不太可能跟他哪一个国家 有那么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些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 他就有可能 然后呢 这些学者 他一方面是在全球知识生产中心 就在美国 他在美国交出 另外一方面呢 他派他去做一个中介 也就是去控制 他那个原来母国国家的这个 一个重要的学者 他是占有优势的 在我们台湾以前 有句话叫做上国学者 这上国学者指的就是说 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学者 是这样子 这个以前是这么一词的 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地位很崇高的 那么这些人 这些少数族裔 他的知识生产的内容 他当然是会比我们这些 在殖民地的这些人 更贴近中心的典范 OK 但是呢 他又能够从我们这些 边缘的这个地方的 这些在地的这些状况知识 因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另类现代性 来丰富他原来西方 泛式的不足 他可以去 回过头来去批评 他们的泛式的不足之处 所以他等于两边 他都如鱼得水 所以他事实上是有优势 这些少数族裔是有优势的 是能够做出一些新鲜的知识 学术知识贵在新鲜 贵在创新 对不对 老是在一个一摊这个原来的旧的东西 他死水里面 没有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你能够走到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 然后就能够丰富你原来这个泛式 好 但是呢 不然怎么样 这些少数族裔的学者 他还是在美国或者西方知识的泛式的中心 他好像有一些边缘性 但是他毕竟还是比较在中心的 他身在美国学术界 他就必须做美国学术人 这屁股绝定脑袋的事情 他不是别的国家的学术人 这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 他就是美国人嘛 对不对 然后他的写作呢 基本上还是英文 主要读者呢 还是预设白人的学者 所以这个读者往往会决定内容 你不太可能写一个东西 不是给你读者看的 但人家读者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估你 怎么去说 这个论文可以通过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顾读者的这种 你总是写作总是预设一个读者 所以知识生产的内容 基本上还是为了这个中心去生产的 为了这些知识 西方的知识中心去生产的 他的预期的读者 也是给这些他的这些人看 OK 所以他的内容意识上面 不可能完全以 母国的现实或问题为主 不可能 所以不管从台湾出去的这个人 他不可能完全以台湾的现实 作为他的一个 一个 一个知识的生产的内容 好 这些少数族裔的学者 他在非西方的母国 其实往往有崇高的地位 我讲了我的老师 叫Hector Mary Castaneda 你们没有听过这个人 我知道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点满有点名气的 在西方的哲学界 他生前也好 死后也好 都是被他的国家里面 视为国家荣耀了 他去世以后 就尸体就送回到瓜地马拉 然后在大街上那个就是出病 那个数万人 数万人在瓜地马拉已经很多了 可能有十万人吧 就沿街送着他 你知道 总统啊都送着他 背积爱荣啊 所以这些上国学者呢 基本上地位都非常崇高的 OK 然后呢 这些少数族裔的学者 因为在美国现在也 有些地方也得到了 美国学术界的认可 当然认可程度 是多少 不会说每个都被认可了 就是少数的人 会被认可 什么SPVAC啊 什么这些的会被认可 不是 不是只要你是一个少数主义 你在美国就会完全被认可 那那倒没有 他只是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呢 慢慢人家也就增加你的分量 OK 那这些人在我们眼光里面 当然是好的 所以因为他第一个 接近真理中心得到真传 第二个呢 他是自己人 对不对 他不是一个无知的白人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来自远方的亲人 这是我们的表书 这个典故就是 这个有的人不知道 这就是以前在这个 从这沦陷区跑到 不是 从后方跑到沦陷区的 这共产党间谍 就会人家就说 我表书来了 这个典故 这个典故 所以 那个香港有部电影叫做什么 在 您好表哥还是什么 好 所以呢 这个现在西方学术中心 对于非西方学术的这个 全力控制呢 最好的中介 或者直接作用者呢 往往就是西方的这个少数族裔学者 其实他们是最好的 他们两边都通 而且他们有时候可以直接参与到非西方的学术生产 直接对话 它是一种自然的权威 这就是所谓的移移移移 而且这个趋势呢 就是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显 因为毕竟他人数越来越多 这也是这些人 这个 从殖民地跑到 西方去的这些人 他们 当然他们可以到西方以后 这些少数主义到西方以后 去研究一个学问 是完全跟其他地方没有关系 他可以去研究美国白人的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基督教的什么 他当然可以这样子做 可是他这样子做呢 就没有利用本身的优势了 对吧 他就没有利用到本身的优势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出去的学者 到西方美国去 我们基本上我们写的这个博士论文 基本上还是会写我们台湾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 这就是利用本身的优势 这个向来都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而且呢 在某些特定领域 不是所有美国所有领域 在美国比较讲究批判性的 这个话语领域里面 那个非西方人呢 或者是有色人种的少是主义呢 他又好像有一种政治正确 在那里 因为他是受压迫者 然后呢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 这些非西方的这些 对于美国的这些挑战呢 现在美国人也可以派出 他们的少数主义学者呢 来到前线去 去接收 这个来接收 换句话说 非西方 这个对于中心的这个知识挑战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他有 有一个缓冲带 就是这个少数族裔学者 美国的少数族裔学者 所以这也是一种以一致一 这些少数族裔学者 他因此都是有两面性的 对吧 一方面他是来自非西方母国对殖民 种族秩序的这个挑战 对不对 他会挑战这个 原来这个白人的这个中心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是西方知识真理政权的代理 代理人 所以他会有的两面性 当然 少数族裔学者很多啊 他不是都是同志或千人一面的 我说的两面性 有的时候不是说一个人有两面性 有的时候是说有这两种人都存在 那所以有些人他会对冷战意识是有批判的 对新冷战也是有高度警惕的 当然了不幸的是等而下之的也是有存在的 好 现在的少数族裔学者呢 当然现在大家都有批判一个事情 因为流行嘛 他往往也继承了这个美国主流的批判论述 但是呢 他对于非西方体制的非西方国家呢 往往还是有些言不及议的批评 某种程度上呢 和新冷战意识的意识形态有着亲近的关系 这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少数族裔学者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 因为毕竟他是在美国 是啊 这个他多多少少 比如说在反中上 他多多少少有一点表态 那 或者是对于穆斯林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他也要批评 啊 等等 换句话说现在的因为新冷战关系这个其实政治氛围越来越不好 在美国 所以对西方言论的这个 这个也会有一些政治正确的压力 啊 现在你不管你是不是俄国这个俄国的血统呢 俄国的血统更不可能了 不管你是谁啊 你要是在美国讲什么乌克兰怎么样怎么样不太好啊什么的 那你就很惨了 啊 这这这个是 是一些言论上政治正确是有压力的啊 好 那我写的那篇文章里面呢 我有最后的这一致已经讲完了我现在就在最后一段我还提了说 在西方这个 知识生产除了一致以外还有一个难以自外的趋势 哦 就是越接近西方知识中心的 生产你就越来难以自外难以自外意思就是说 简单来说 因为你现在是被他 这个知识控制的这个模式用权力模式 你很难能够跳脱出来 啊 能够有个全然自主性的不可能的 自主是跟权力控制是相反的 既然现在的知识基本上是一个权力模式的东西 啊这个这个对权力知识控制模式 你就很难自主除非你是完全跟他 可以不搭的东西啊 比如说 像有些中文西他现在 他还是有点不搭 西方这些东西呢 这个状况 这种我叫做modus vivendi的状况 所以你难以自外 好 很抱歉啊 我们时间稍微超过一些 因为开始这个也是晚了15分钟 好 这个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然后那个10分钟以后再回来 然后 也许我们就先谈一谈这个问题 然后最后再花一点点时间 再复习一下这个 粉饰啊 同性面民主主义的问题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上次已经谈过 这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Oz 낙時 蹭